中国女兰的危机状况愈演愈烈 今天最新的官方通报显示 又有一名成员被确诊伪扬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26名成员 已经有多达10名成员患病了 这个情况真的是很让人揪心 而且其中有一名成员 相对来讲看起来可能会严重一点 她已经正式入院治疗 先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状况 女兰这边10人患病 其中一人需要入院检查 拍Fibu的CT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也还是要再等待48小时 在医院住两天的时间才能够正式的出院 大家现在都非常担心 昨天也有好多网友给我评论说 真的是心疼哭了心疼坏了 因为女兰相对来讲 赚的钱也不算多 但是一直以来 也是跟女足一样起到表率的作用 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打进到了 5对5和3对3最后的决赛圈 成为了咱们中国篮球最后的遮羞布 所以 女兰现在遭受的这样的危险状况 确实令大家感到非常的担忧 很多网友都表示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女兰 现在大家不要太操心 毕竟边场莫及 目前篮鞋作为主体 寻求医院要寻求大使馆的帮助 在昨天的时候 姚明和中国篮鞋已经紧急 把情况汇报给咱们在塞尔维亚的大使馆 赛国也是老朋友了 多年以来的老铁 包括这次疫情之后 咱们也给他们捐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 也非常的积极的配合 给咱们的人员提供最好的条件 所以相对来讲 现在收到的信息来看还是不错的 篮球协会也公开表示说 感谢祝塞尔维亚大使馆提供的全方位的支持 协调了定点的医院 然后开辟绿色通道 安排专职的翻译 然后还有相关专家帮忙来问诊 还有这个相关的药品等等 甚至包括咱们当地的企业 华人的餐馆 超市等等很多热心的志愿者 全部都投入进来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各种各样的帮助 另外姚明昨天也紧急协调了北京相关的医院 然后由专家进行远程的诊疗辅导 确保咱们现在这已经患病的10个人士 再加上另外16个目前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士 确保他们能够健康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 现在在外国 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能患病 有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检查查不出来 新确诊的这一位 还不能确定是队员还是教练 在前两天的检查当中 他都是没问题的 结果今天第三天就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现在这个病毒变异之后 他的潜伏期有多长 很难讲得清楚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大家也不要去责怪姚明 也不要去责怪蓝鞋 这没有办法 人家组委会安排的世界杯遇选赛 你能不去吗 四支球队打比赛 你如果不去那就把你的资格取消掉 我们不去参加比赛的话 四五年的时间 备战的时间和心血不就全都浪费了吗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就指责姚明和蓝鞋 现在的格局是其他国家已经躺平了 我们只能去冒这个风险 当然 我们希望还是女蓝的姑娘们 包括其他出去参赛的队伍 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回来 中国女蓝病情升级 姚明球员 海外华人火速出手解围 网友感动落泪